哈喽 欢迎去收看我们今天的读书节目 本期是第八期 咱们继续朗读这本《备形金刚》 《原始天尊圣约》 英文叫做Transformers The Covenant of Primus 今天我们讲解的是进化时代 闲人少叙 直接开讲 于是 第十三领秀带着对我们的计划 和原始天尊的意志 抬着伤痕累累的 袍天笑沉入井中 当他们从视线中消失时 我们努力想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做不到 因为井底火种的光芒太过耀眼 使我们目眩 他们瞬间便被这光辉所吞噬 我想知道 在前所未有的恐惧中 土崩瓦解是什么样的感觉 此刻我才发现 我们的行动实在是 有勇无谋 无法保证一切会按计划进行 我看着巧天公 发现他冷酷的面孔上 写满了和我类似的想法 事情现在已经不受我们掌控 除了等待和希望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的视网膜核心烧毁了 但眼前除了炙热的强光之外 别无他物 无论生死 他们现在都已经消失在 塞星能量起点的光辉中 原始天尊的躯体在我们身下震颤 毫不停歇的轰隆声 阵阵袭来 仿佛群山在辗转反侧 持续了几个周期后 地面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处于爆发状态 似乎每一次震颤都会再次引起更大的反应 这种感觉仿佛水中的涟漪一样 扩散到整个星球 巨大而稳定的金属物质 发生了可怖的反常现象 所有的固体都像液体一般流动开来 井口扭曲到变形 我们亮亮呛呛勉强站住 曾经有过的一切宏伟构想 全部一扫而空 片刻间 井中翻起一阵骚动 同时爆发出大量的发光气体 如恒星核心一样的炙热 我们被爆炸的力量抛向空中 无处落脚 此时看来 我们这种狂妄的企图 似乎将招致暴毙 而随后 我们以极强的力量摔到地面 巨大的疼痛感 意味着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双目失明 破碎不堪 互相呼喊着对方 以及其他有可能听到的领袖 世界像海洋一般流动翻滚 岩石和碎片拍打着我们 从身边呼啸而过 即便我们感官激进失灵 但仍能意识到 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落在了井的边缘 这里被来自世界核心的巨大力量 不断扭曲 我们处在一个随时可能变成垂直的陡峭坡上 并且正以极为害人的速度滑向井底 在四处摸索救命稻草时 我碰到了巧天空的脚 于是立刻抓住 好像他能拯救我一样 其实他和我同病相连 大量的热能和气体 从我们身边喷涌而上 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 身上的痛苦在扩散 使我们几乎不能移动或思考 随即出现一阵颠簸 我们停止了下降 钩子和线缆截住了我们 转眼间 我们从跌落转为了痛楚的拉升 这令人惊慌不已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被静电干扰的通话 我听得出那是袁天尊和隐天行的声音 在几乎湮灭世界的痛苦中 发出呐喊 他们一把 接着一把 吃力的将我们拉升到地面 即便不是安全距离 但至少也远离了那个咆哮不止的井口 我感到袁天尊用他巨大的拳头 锤砸着我的后背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都做了什么 气流和热量让我心有余悸 无法回应 但他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答案 起伏和战力停止了 四周一片平静祥和 我们趁此时机交换了想法 准备接受余震和更大的意外 然而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绝无可能做出任何准备 井口缩小了 并从中发出的光束 越来越聚焦 如剑般的射向群星点缀的浩瀚太空 光柱先是变成一掌之宽 进而又变得细如手指 他的频率发生了变化 那到底是怎么了 没人能回答焕天灵的问题 我们一同起身 寻着光的方向 想看看尽头是什么 乔天宫的眼神最好 可以看到其他人 只能通过无线电去感知的距离 几个周期过去了 我们利用片刻的平静重新修整 而乔天宫还在盯着天空 光束依然在照射 细如纤维 它的强度足以击穿或蒸发 任何固体物质 随后我们到达了安全距离 而乔天宫的话 和我们的猜测相符 光束可以达到宇宙边缘 我 我认为它是三重面具的光 它可以查看 所有生命存在的记录信息 从中寻找 可能用于创造生命的模式 它将根据这些信息 来造出新的存在 像我们这样的存在吗 当然 但说不出数量多少 光束正在传递信息 乔天宫说道 它的声音逐渐减弱 像是开始思考 几个周期过去 情况依然在继续 随后 当郑天尊开口打算说话的那一秒 光束突然熄灭了 我们猝不及防 什么都看不见了 直到眼睛适应维持 在阴影中 井口打开了 陡峭的井变得既浅又宽 一阵微光闪过 仿佛篝火 迎在洞穴的墙壁上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反射 然后 有了动静 从微弱的火光 变成一涌而上的无数剪影 它们从井的中心 奔向四面八方 有的雀跃 有的飞奔 有的信步 有的滑行 有的飞舞 有的摇摆 大小不一 体型各异的生命机械 飞驰向了赛波坦 贫瘠荒芜的地表 我们只能 饱含着敬畏之心 瞪大眼睛 看着一切生物 越向远方崎岖的岩层 那里 曾使我们暂时的庇护所 这股浪波 从我们身前分开 又在我们身后合拢 各自小的 仅如柳丁一般 块头大的 以不过手臂 或下肢般大小 它们蜂拥而出 称斥在天地之间 在高深莫测的统一 一直指引下 向四方涌去 追求它们 各自的命运所在 它们同步停下来 供我们思考片刻 新生命形态的洪流 以这种形式 持续了多日 起初 我试图将众多数的形态 以及其变种 进行记录 但这很快变成了一种 荒唐可笑的举动 到了第三天 更大的生物开始出现 然后 袁天尊把我叫过去 急不可耐地 把某件东西指给我看 颤颤巍巍的 各色生物钻出井口 创造的速度越来越慢 而其中出现了像我们这样 双足生命形态 数量不多 但也不算少 在它们最前方 一个人物面带着 诧异而惊奇的表情 向前慢慢 躲着步子 我们本以为永远不会看到它 更不知道 是否会认出它来 我一眼便认出是它 而它看起来 一点不像 第十三领袖 这个人更矮小 更简单 除了其火种 拥有独一无二的特征 这是一个给人 留不下任何印象 完全没有突出特色的机器人 我查看了圣约中 罗列着所有创造物的名字的页面 并读出了它的名字 奥利安派克斯 我将自己同步置它的频率 以便能跟踪它 但现在我们只能旁观研究 我们一直看着它越走越远 然而跟其他生物一样 它的所有关键生物学特征 都和我们别无二致 也拥有一个变形齿轮 它从来没有变换过形态 只是温和地穿过成群的生物 走向渐渐升起的山脊 在遥远的未来 那里被命名为塔干高地 你依然认为 隐藏变形齿轮的本质 是明智之举吗 目送奥利安派克斯 走进他的新世界时 我问袁天尊 目前如此 他说新事物很多 够他们梳理一阵子了 此外 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的 他一直对于赋予变形齿轮的想法 举其不定 怀疑他的能力太过强大 可能招致麻烦 如果以后有揭开秘密的需要 我们可以出手 在创世的最后一天 前所未见的巨大生物 从井中出现了 井口暗淡下来 洪水般的创生之潮 渐渐平缓了下来 变成了涓涓细流 我们本能的感到 创造的过程即将结束 而这时 接连出现了三个生物 我们驻足在距离井中心 几百密特隆的地方 认为在这个位置 可以进行安全的观察 然而我们注意到 井中爆发的光芒 时段时序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的 向后移去 井中实名实案 因为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有一头巨大的野兽 从井中 蹒跚而出 没入了黎明的光芒 我很快确定 它的身长 至少有四十密特龙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 任何生物 都相形建筑 它是四族生物 身体弯弯曲曲的 向头尾延伸 脖子很长 尾巴更长 起初我以为 它的身体扭曲了 还包了一层东西 但在获得片刻的自由之后 包裹在躯干中央的 大片物质 突然伸展成为 一组巨大的翅膀 它笨拙的扇动翅膀 测试着空气浮力 头上的巨角 和凶残的利爪 闪闪发光 它笨拙的扑出 跃到一个缓慢移动的 地面生物身上 将其撕成碎片 这便是 它到来世间的 第一个动作 它恶部周围 卷曲 如蛇形缠绕 以飞快的速度 吞噬着受害者的 腮星能量 它的足部 抓住尸体 猛的一甩 将其抛到一边 头部后仰 发出尖叫 巨大的喉咙中 喷射出蒸汽和烟雾 伴随着它的叫声 第二只类似形态的野兽 从井口爬了出来 只不过有两个头和两只脖子 然后是第三只 没有翅膀 但是周围覆盖着 如刀刃般的鱼片 它们刺耳的鸣叫声 和丝毫声像刀子一样 划破了远方的寂静 举正宁 袁天尊心不在焉的 看着他们原始 反族性的表现 笃定的说 真野蛮 事实上 这个命名恰如其分 第一个家伙体型巨大 叫做冲云霄 据我所知 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他的追随者 是反光和双头龙 他们是最初的掠食者 靠猎杀并汲取他人的能量为生 而他们的创生 也标志着 井中最初的生命喷发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数千年里 他们和他们的猎物 塑造着世界的表面 形成一种崭新而繁忙的生态环境 三星能量 从原始天尊的核心泄露出来时 呈现多种形态 储存也相当丰富 以结晶的形式存于地下 可以开采 也可以从液体金属池 气态喷出物 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混浊眼景中 进行提纯精炼 各种各样的机械生命 占据了底层生态位 采集这种能量 而那些无法自行获取原始能量的生物 则烈食或挤养它们 为了取代死者 井中喷出了更多的生命形态 更多的火种 有时还会抛出前所未有的新鲜物种 巧天空和我看着眼前的成果 既感到惊喜又困惑 如果说当初我们决定贯彻原始天尊的意志 和晴天柱的想法时 都已经想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那无疑是不客观的 在创立火种源之景的那个庄严的日子里 我们远没有这样强大的信念 和丰富的想象力 如果说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沾沾自喜 那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完全不具备这样伟大的智慧和天才的灵感 我们心中怀着的只有谦卑之情而已 万里之外 宇宙大地的身躯 撞上了一颗围绕黄色恒星公转的行星 并深埋其中 逐渐吸附着星系中的气体和岩石碎片 我们时常观测它 但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它体内的火种已经完全察觉不到了 在接下来的数千年中 我们研究了周围的世界 以及来来往往的云云众生 宇宙大地变成了一个柱角 淹没在宏大的研究中 我们余下的几名领袖 进入了一个成长和守护的时代 独自徘徊在不断发展的广阔世界 记录着沧海桑田季节变换 观察着不同群体的起起落落 我们在时间长河的深处行动 对我们而言 一个恒星周期只是一顺 一千年只不过是一小时 奥利安派克斯和他的两条腿的朋友们 经历了一系列考验 并通过交谈逐渐形成了一种 相互交流 注重沟通的文化 在其他人适者生存 自私自利的准则面前显得鹤利激群 生命缓慢而坚定的兴旺起来 而我们也自然而然的对岁月变迁渐渐麻木 即使是星系外围的流星来袭 也不过是造成了一带而过的危难和机遇 圣约越来越长 越来越庞杂 充满了描述与分析 它变成了一部红篇巨制 记录了这个世界的发展历程 从巨神原始千尊的沉水之躯 转变为一颗孕育着丰富生态系统的恒星 从杂乱无章的红黄世界 一点点的变成 井然有序 风调雨顺 生态系统效率和复杂程度与日俱增 这便是进化时代的起始 但它的结局并不是太美好 大灾变 结局来得始料未及 时间是大抵如此 相邻星系的运转 暂时导致另一颗恒星的引力牵引 和我们自己的太阳发生了冲突 新来的恒星 是一颗不断膨胀的巨红星 跟我们的太阳拔起了河 这对于塞波坦的新星生命来讲 是灾难性的 引力冲突 导致在第五行星外围绕着太阳运行的碎片云中 有大量的岩石和小行星被拉扯出来 他们一度在远处安全运行 塞波坦人对其视而不见 我们几个留守的领袖也从不在意 这些直径可以达数百密条龙的巨大块物质 迅速的飞向中央星系 其中有许多撞向了我们 对于大多数允星来说 等到我们看见他们的轨迹和火光时 做任何努力都为时已晚 有些被原天尊和隐天行射成较小的碎片 或者被巧天公和幻天灵击得粉碎 但我们不可能以一敌万 许多陨星不可避免的 以数百万吨级的冲击力砸在行星上 摧毁了方圆数千密头龙之内的一切事物 它们造成了部分地下结构不稳定 局部过热的结果导致地面撕裂 再将数百万吨的固体和液体 喷入西部的大气层后 又将行星表面烧融成一片残渣 我们陷入了黑暗和寒冷当中 对于机械生命而言 这并不像其他化学物质成的生物那样造成毁灭 但隐星经过的第二个影响 才是更加致命的 垂死的恒星的拉扯 导致我们自己的太阳 向着对手的引力方向爆发 数百万千米长的核变材料 被撕裂成一道卷流 脱过赛波坦的轨道 一部分物质被我们行星的磁场偏转 但更大的物质迅速穿越了磁场 摄入富含磁性和粒子的能量流 恒星向阳面的一切都暴露在过量的辐射 和严重的电磁污染之下 许多赛波坦生命形态无法承受这种冲击 他们当场死亡 在短暂的喘息后 更大更壮的个体得以重启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 接下来的命运更加惨烈 电磁风暴扰乱了他们的身体和大脑内部的信号器 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受灾 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破坏行为 毫无意识并无法自控 有的在重复以往日常行动时将自己粉身碎骨 有的干脆在恐怖而狂乱的狂暴中互相残杀 回想起领袖的命运 依然令人感到羞愧难当 我们只能躲起来或者进入停机状态来保存住一条性命 为了在停滞状态下保护自己 体内大部分运动被终止 直到进入安全状态后才可唤醒 当我们确定了各种可能的结果 并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毫无胜算 我们走出去尽可能多地通知新生机械人 告诉他们必须将自己深埋于地下远离地表 并启动自动冬眠程序 我们掩饰了平衡锁定的效果 并要求他们尽力召集并告诉其他人 一些能力更强的野兽生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因为锁定是他们躲避追捕的一种本能方法 但那些面临追捕时会抱团反抗的双族生物 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 我在一支队伍里看到了奥利安·派克斯 他在组织面前的生物进入用来储存 三星能量的地体隧道 我在前往自己的藏身地之时 只能乞讨纳利不会受到直接创击 天体的通过并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从头到尾也不会超过几千个恒星周期 对于这样的自然现象而言 确实短暂的出奇 但它造成的破坏几乎是彻底的 事件结束时 所有最大和最小的生命形态已经灭绝 那些幸存下来的都是利用了洞穴或隧道 以致命的地表之下重金属沉积物作为庇护 尤其是铅 这是他们得以抵抗最严重的风暴 当新时代的寂静黎明突然降临时 他们发现自己形单影之 地面上的尸体破碎不堪 融成一团 奇怪形状的堆积起来 如果是在其他时代 他们应当作为英雄的坟墓 或者一场伟大战争的纪念碑 他们在纪念碑状的尸堆之间穿行 以赛摩坦的方式悼念死者 并拆解遗体 将其重铸为更有用的东西 但这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同时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和机遇 这个时代已经走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也产生了属于他自己的黑暗可怕的秘密 而由于无人见证 其中最大的秘密 巨猙獰的命运 被立即遗忘殆尽 巨猙獰的黄昏 冲云霄充满自信地观察着他的世界 他富有四海 无论想要什么 他都知道怎么弄到手 有何不可能 这是所有巨猙獰中体型最大 实力最强的 他无时无刻不满足于这种现实 不过对同伴还是小心为上 因为他经常发现 他们中隐藏着躁动野心 由此意图的巨猙獰不在少数 而且与大多数机器人不同 他们有能力结成临时的同盟 以获取比独自行动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洞察力 和更多的心智 同时也有了更加疯狂的阴谋诡计 冲云霄有些相当美好的回忆 他曾经吞食过一些 窥探自己领地的家伙 并吸收他们的特质 或是为了增强额外技能 或是为了掩饰外表 这种积累不断的提高他的能力 而且他还有远见的培养了两个特殊盟友 当有需要时 可以与他们进行组合 作为交换 他提供富饶的狩猎场 并保护他们击败潜在的篡夺者 他习惯于在迎接新的一天时 先回顾这些令人心满意足的信息 然后转向西方 探寻占据两个岩壁基座的反光和双头龙 加上他自己的基座可谓三足鼎立 傲视着整个铁宝平原 他们总是严守岗位 展开翅膀和翼板 沐浴在第一缕阳光之下 他们脚下便是对自己命运一无所知的饲料 终日在岩石之间 或是硫磺洞穴中辛苦劳作 台时的再兴能量的残渣 以维持他们的低等生命 对冲云霄来说 这些生物是低等的 至于他们如何低等并不重要 他像收藏家那样 饶有幸运的打量着他们的差异 选择哪只猎物 要么是心情而定 要么猜想可能出现怎么样的追逐和打斗 以他的了解 他认为只有某一种矿工 是自己应该避开的 这些机器人身材中等 样貌不太讨人喜欢 可以用两条腿直立行走 除了一个简单的圆脑壳之外 没有任何明显特征 捕捉这些可怜虫 易如反掌 但是在第一次位如嚼辣的品尝之后 一个更巨大 更愤怒的同类矿工 扛着一根带有利润的大棒 上门讨伐 这个生物胆敢和他一样 拥有自己的名字 他自称为元天尊 并且在前几天的对话当中 他用那根大棒给冲云霄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他几乎无法相信 自己居然被如此低腾的存在所欧打 但这是无法否认的 这个机器人拥有一颗冲云霄从未见过的火种 使其变得更强大 更快速 更智能 且更有魅力 而这些不该属于一个低等的存在 他释放出某种令人敬畏 射人心魄的力量 冲云霄对此不屑一顾 但他终于被迫承认 遇到了一种可能像他一样处于支配地位的东西 万一在战斗中不幸失手 他可能会遭受重伤 甚至死于非命 幸运的是这种东西比较讲理 他想要的也无足轻重 作为交换 元天尊称 只要具阵营保证放过那些矿工模样的机器人 他就不再找冲云霄的麻烦 起初冲云霄怀疑这是个诡计 但事实证明 这家伙说话算话 自那以后 冲云霄从未见过和他类似的东西 今天一切正常 太阳高升 能见度到最佳之后 三个巨人营开始分头到他们的领地上巡逻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红色光运 而且越来越清晰 他使得冲云霄时而愤怒 时而沮丧 因为红云拒绝浮从他的意志 并远离此地 现在他更加显得虎视眈眈 冲云霄在飞行中 发现红云的右侧 出现了另一个显眼的形状 他们显然有尾巴 正在天空中稳定的移动 最近他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东西 仿佛在炫耀一般 从头顶的高空急驰而过 起初他被吓坏了 但一直在尽力掩饰自己的感受 后来他渐渐的不去在乎他们 就当是出现了某种天气特征 偶尔也会威风拂过 但也毫无意义 整日为了狩猎和维护土地边境 而飞来飞去 使他耗尽了大量的精力 他本希望可以进一步扩张 但这点有点不切实际 除非他愿意拉拢更多的巨猙领 加入他的小帮派 但目前为止 他认为没有合适的人选 在光照的刺激下 他跳到了一个慵懒的蝗虫机器人身上 后者正在机械昆虫广阔的农业区边缘 辛苦的凯拆着几个富含三星能量的矿虫 他的伙伴们继续愉悦地将各种沉积物 按等级划分 大口咀嚼分析的岩石 并从其残留物中掠出微观的三星能量粒子 这是一处地势堤坝的山谷 而机械昆虫在这里如鱼得水 冲云霄用爪子一扫便扯掉了机器人的头部 并用长长的舌头吸取其中的三星能量 对于他们的辛苦工作感到满意 他从一个残暴而善变的敌人 天行者那里迎来了这个农场 每次收获作物时 都以他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在萧条时期这些机械昆虫可以充当小零食 如今虽然不萧条 但他们依然不失为美味 他把昆虫尸体扔在其同类可能找到的地方 提醒他们要安分守己 然后便回去继续巡逻了 几分钟后 第一颗流星带着火光迅速下降 比他之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快 最终陷入了他正前方的堤地 一切发生的如此迅速而无声 他无暇多想 惊得扇了几下翅膀 悬停在空中不知所措 随后一道空气墙 将他从空中拍落 重重的摔到地上 与此同时 周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裂声 他头晕目眩地躺了一段时间 失去了方向感和行动能力 震荡终于消失了 他迅速打起精神 发现自己只是受了轻微的损伤 周围的空气和土地上 挤满了仓皇逃走的小机器人 所有人都在慕名的惊恐中逃离冲撞地点 他闻到了浓烟烈火 硫磺以及金属氧化燃烧的味道 骄傲使他站直了身体 面对危险 这些微不足道的机器人 只会逃走 不消一小时 他就会了解并战胜这个敌人 他不允许这种东西 入侵他的土地 危害他的生物 他小心翼翼地飞到灾难现场 还好没有其他人看到他惊恶的表情 惊诧一连在他的面颊融合成玻璃状的岩石之后 一边发着光 一边冷却下来 被创机抛出的烟尘 尘土和金属威力依然飘在他的上方 并迅速蔓延开来 加上自下而上传来的热量 使得他身体感受到痛苦的胶着感 当他转向一边时 硕大的卵石和泥土块 开始像雨点般的砸在他的身上 下面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东西了 在更远的地方 各种不幸的生物的碎片 烧灼的躯体 四散的整个大地之上 他示意反光和双头龙进行侦查 而他们早已经发现了状况 并在迅速赶来 他强装成悠闲的样子 起身离开 他感觉到了恐惧 反常的灾难 令他气愤难当 当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碰撞 接二连三的从天而降 并且都位于可见的距离之内时 他怒不可遏 身体进入了战斗状态 然而他无能为力 只能目睹同样可怕的结果 并侥幸灾难没有临到自己头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尖叫声充满敌意和愤怒 鼻孔和烟管中喷出真气 想要口中吐出的火柱 与嘹亮的视野火海相抗衡 一阵狂怒之后 他听到了此起彼伏 漫天遍野的恐怖尖叫 但他知道 这并不是他造成的 成群的机器人 跌跌撞撞的朝他奔来 根本没有注意到 他和旁边的一小片山丘有什么区别 他们一心只想着逃难 却像无头苍蝇一般 从各个方向撞伤了他 双头龙首先到达 降落在一个力气耗尽 创在冲云霄侧面 而失去意识的野兽机器人身上 他毫不在乎的吞噬着野兽 忽隐忽视的筛形能量 并从排气管中 咳出大量的尘土和污物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突然如同样躁动的反光对质起来 双方咆哮了一阵 才恢复了理智 反光一边喷着过热的蒸汽 一边吼道 别犯傻了 这是怎么搞的 我在这里做一下补充 其他非官方记录中 曾有人提出 巨猙獰不会说话 他们当然可以说话 这样的误解源于一个事实 即大多数时候 听过巨猙獰说话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 能够捡回一条性命 不知道 双头龙摇了摇其中一颗头 畏畏缩缩地试图平息反光 好道的情绪 同时竭力忍住逃跑的渴望 另一颗头在抬眼扫视着 还有更多的东西要来 我看到他们在穿过恒星时燃烧的轨迹了 反制已经死了 烧成一堆铁块 牙刃 电体鳞伤 撑不过今天 全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死了 冲银箫朝着红色的恒星伸了一下爪子 容忍了双头龙的夸大其词 情况很糟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东西全都已经死掉 是那东西的原因吗 双头龙刚刚说话的那颗头摇了摇 另一边的眼睛仍然盯着上面 无论如何 我们都没法到他上面去 太遥远了 反光咳个不停 带着仇恨 环顾弥漫着沙里的空气 天塌下来了 听上去 他内心似乎充满绝望 你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冲云霄刚一发问 便意识到自己得不到任何答案 这使他极为气愤 他用尾巴砸碎了几块十块 出气 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呃不 反光想了想说道 我们应该怎么做 此时此刻 冲云霄也没有答案 而作为巨猙獰的头领 他必须发号施令 不能任由众人的沉默 慢慢的侵蚀自己的权利 但他站在一片混乱当中 没有任何头绪 最后他说 我们必须保卫领土 尽可能把饲料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这话即使他自己听起来都将信将疑 他甚至不知道 哪里才算是更安全的地方 但其他人终于找到了点目标 十分感激 无暇挑战冲云霄的权威 我们将接管悬铁管辖范围 等天猫死后 他的那一部分也归我们 这样可以弥补我们的损失 在霍同天降的日子 这就是他们的做法 光线逐渐变暗 气温也有所下降 由于大气污染 每天的飞行时间很难超过几个小时 随即发生的流行撞击 使他们应接不暇 脾气也愈发暴躁 只有坚韧的决心 让他们时时刻刻保持警觉 直到后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使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 这一天太阳向他们直接喷出了火焰气息 他先是变得更加明亮 崇云霄猜测一切可能开始恢复正常 但随后他发现高空的几片细微尘埃 开始爆发出橙色和黄色的火球 整个天空被怪弹的闪光点亮并覆盖 他们呈现出各种漂亮的颜色 令崇云霄出神的观看了几个周期 后来当他发现热量飙升 体内出现奇怪的刺痛感时 他才开始怀疑情况远远不仅是这么简单 其他人很快赶到了他的身边 东方有消息说一切都在燃烧 反光报告说 薄劳金刚飞来告诉我们 他们的速度是最快的飞行者 来自远方追逐黑暗 他们需要漆黑的地方 寒冷的地方却找不到 双头龙摇了摇两颗头 所有信号都消失了 白噪声和静电声都静过 我听不见也看不清 我的光学镜片擦不干净 崇云霄在一生中从未躲避过任何事情 他也不会惩罚畏缩不前的巨猙獰 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因为现在只是黎明刚过 但温度却逐渐攀升 他很清楚如果这样下去 几个周期内身体膨胀和体内过热的热量将会给他带来严重的麻烦 他的四肢从末端开始融化 这简直不可想象 而另一种选择 同样无法接受 放弃领土 像低等机器人一样逃命 不付出抵抗 不发号施令 你很骄傲 双头龙说 但你不是白痴 既然那些薄牢金刚像西面飞 我们应该同去 反光盯着冲云天色彩斑斓美丽的火焰说道 如此可怕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 冲云霄伸手一指 转向双头龙盯着天空的脑袋问道 那究竟是什么 双头龙的另一个脑袋转过来看着他 据我所知 太阳风暴正在玻璃瓷屏蔽 电磁灾难已经不远了 什么意思 反光问道 意味着我们可能连敌人是谁都看不到 就会被杀死 冲云霄说道 他已经对能想到的唯一答案低头了 他根本不想探究到底是谁 让他们面临末日也不关心原因 并不重要 举争宁 起飞 我们要飞向黑夜 黑夜中更安全 边境巡逻和食物怎么解决 反光问道 我们沿途寻找补充食物 等事情结束后 我们就回来 冲云霄的说话时 重新拾起了信心 好像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一样 他展开双翅 一跃而起 撇开其他的部体 至少额外的热量 对逃命有所帮助 其他人跟在后面 排成人自阵型 冲云霄尽可能的向西方飞去 几个周期后 由于太过疲惫 他不得不放慢速度 他们停下来 猎杀并补充了三星能力后 继续前行 最后通过一番努力 他们再次进入黑暗 但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里 冲云霄开始意识到 他们不可能 永不停歇的逃亡下去 他们四处搜寻洞穴 但一路过来 沿途只不过有些低矮的浅层庇护所 而且没有一处 大到足以容纳他们所有人 两天过去了 冲云霄知道 他们注定失败 他体内的刺痛 已经准变了一种令人发狂的嗡嗡声 而且从未停止过 地表已经没有那么多活的机械人可吃了 可况他的身体愈发虚弱 他无法保持速度 身后的太阳不过是一步之遥 他降落在地面 等待太阳将它吞没 随着光线的增强 他看到路途的前方 出现一个布满烈系的区域 那里的金属岩层被流行创成了断断续续的峡谷 他把目的地只给其他人看 当黎明的地平线缓面逼近时 令人晕选的热量从尾巴到鼻尖 无情的吸取了他们 嗡嗡声此时 变成了他没烧神经的尖叫 他难以置信的看到 反光突然向他攻击过来 不知是出于饥饿还是发疯 片刻后双头龙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但两个脑袋却是朝着不同的方向 随后有几个瞬间 他还是清醒的 他感到他们三人开始了殊死的搏斗 而在漫长的虚无感过后 他从无边的痛苦 躁热和呕吐中醒来 他认为这是太阳的缘故 如此炙热 如此剧烈 辐射灼烧的躯体 电路迅乱 让人无法忍受 但他们无法飞出日光的照射 而微弱的尘埃云也几乎没有任何的屏障作用 这场荒谬而疯狂的战天斗地和自身残杀当中 冲云霄看到了巨猙獰的末日 也经历于末日来的突如其来始料不及 他不抱希望的呼叫着刨天孝的名字 他虽是一个遥远神话中的野兽之王 但却是冲云霄唯一能想到比自己更强大 且更有可能救赎他们的存在 当然呼叫没有得到回应 但这个想法勾起了他的回应 有些野兽机器人具备一种更深层次的能力 而巨猙獰依然拥有这种能力 冲云霄在反光的电击枪和双头龙的火焰气息中 一边摇摆躲闪 一边积攒力量武装自己 总算使出了自己的武器 他打中了几枪又打偏了几枪 但终于射法将频率光束射在了其他几个人脑袋上 他们的身体服从一个古老的信号 慢慢的躬身躺下 进入了假死一般的冬眠 平衡锁定 冲云霄看了看自己的成果 看了看他垮掉的朋友 然后抓着他们的尾巴 用紧剩的全部体力将他们拖向遍布废墟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个周期是一个模糊陨长 炙热而刺耳的噩梦 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将他们拖进深深的峡谷 再开始找寻动计 前面的路通向行星深处 其中有几条足够宽阔 至少可以用来躲避能够使积住融化的酷热 他走一会儿 歇一会儿 再继续走 连拖带拽的 总算把他们带入一个深暗的黑洞 距离表面有数百密头龙 远离他所知道的任何地方 现在只有一股新鲜纯粹的筛星能量 才能使他们唤醒 他对此不抱希望 但他也无法下手了结他们 不 据猙獰 不应该在任何可悲的黑暗和耻辱中死去 他们即将永远处于休眠状态 也好过于如铜鸡穴的臭虫一般遭受毁灭 他将内部计时器设置为在几个周期内触发平衡锁定 时间随机 以便自己不会有所顾虑 他等待着 听着行星在太阳的残酷刑法中身影 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又想想自己的抗争和古怪的技能 此前 他从未将其当成一回事 直到现在才明白 这是上天的恩赐 他的头碰到了洞穴的地板上 这是他自己也是个物种所发出的最后声音 上下几千年过去了 他们并没有被标记在史册 所以也谈不上被遗忘 而其中小型的生命却从最严重的灾难中幸存 并且相对轻松地走出了隐藏之地 他们重操旧业 精炼并分级金属 探索塞星能量 打造没有意识的机械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仅仅过了几百个恒星周期 曾经遍布着玻璃化深坑和岩石荒漠的不谋之地 已经被井然有序的建筑 平坦的通途 以及不断拔地而起的各色金属楼屿所代替 许多大片的区域依然无人居住 只留下那些古代死久的残渣堆积而成的山丘 终日接受沙尘暴的洗礼 但在这些毫无生气的地区之间 最初的文明克服了重重困难 开始渐渐显出繁荣的痕迹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解 我们下期将会继续讲解一个精彩的章会 叫做《起源时代》 在这边我们下期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